都说种瓜得瓜 种痘得痘 可你见过种个盒子 长出个孩子的吗 今天虎将要带来的电影是 蒂墨西的奇异生活 小美和小帅是对恩爱夫妻 生活平凡却很知足 只是他们一直有个遗憾 没有孩子 这天两个人开始幻想孩子的样子 还在纸条上写下对她的期望 给她起名蒂墨西 让人越想越开心 短暂的忘记了没有孩子的痛苦 随后他们把小纸条放进木盒 埋在了自家的菜园里 到了夜里 突然狂风大作下起雨来 一个惊雷把夫妻俩都打醒了 屋里突然传来了一阵声响 他们顺着声音来到婴儿房 里面不知道从哪儿 冒出来个满身泥土的孩子 小美母爱泛滥 带着她先去洗香香 可她发现孩子的腿上 居然长着几片叶子 她跑去菜地里一看 之前埋盒子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坑 显然是什么东西从里面爬了出来 再看看这个孩子 她微笑着说自己叫蒂墨西 还很自然地喊他们爸妈 夫妻俩高兴坏了 这肯定是之前写的小纸条成精了 他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孩子 可这腿上的叶子得处理一下 要是被别人发现了可不得了 于是他们带着蒂墨西 找到了一个园丁朋友 希望他可以帮忙去除这些叶子 蒂墨西倒是不在意 有本事你就捡吧 本来还怕伤到他 没想到叶子坚硬无比 直接把剪刀分尸了 没有办法 夫妻俩只好给他穿上长袜 还叮嘱他 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脱下来 这天蒂墨西去参加一个派对 见到了漂亮的邻居乔尼 他想处处风头跳个水 可跳下去才想起来 自己不会游泳 乔尼见他沉在水底 想帮他把袜子脱掉好扶上来 可蒂墨西想起袜子不能脱 抬腿就给了乔尼一脚 然而叶子还是被他看到了 乔尼不但没有生气 还给他看了自己的秘密 一块红色的胎记 两人交换了秘密 迅速亲近了起来 蒂墨西有了第一个朋友 他高兴之余 却发现腿上的叶子掉了一片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而是偷偷用纸包了起来 有了蒂墨西的出现 夫妻俩一扫以前的阴霾 他们带着蒂墨西认识家人朋友 带他去参加各种活动 蒂墨西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可腿上的叶子也越来越少 另一边 小帅的老板推出了一款新型铅笔 挽救了即将倒闭的工厂 这让蒂墨西很生气 原来小帅早就知道工厂快运作不下去了 他和小美在蒂墨西的启发下 耗时好多天 设计了一款低成本的叶子铅笔 希望能让工厂起死回生 老板却仗着自己的地位 霸占了这个成果 为了能夺回父母的心血 蒂墨西挽起裤管 说明了铅笔的设计灵感 一片欢呼声中 夫妻俩拿回了自己的创意 可蒂墨西腿上紧剩的一片枯叶 引起了夫妻俩的怀疑 他只好说了实话 其他孩子长大会离开家 而等他的叶子掉光了 也会以另外一种方式离开 说着蒂墨西的裤腿里 掉出了最后一片叶子 夫妻俩不舍地抱住了他 就像蒂墨西出现的那天一样 一到闪电后 他消失了 小美和小帅赶紧跑到菜地里 挖出那个木头盒子 里面只有一封信 蒂墨西一直都知道自己会离开 他把掉下来的叶子当作礼物 送给了曾经对他充满善意的人 而夫妻俩也因为蒂墨西 学会了如何成为合格的父母 不久后 他们领养了一个小女孩 组成了真正的三口之家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美和小帅因为蒂墨西的出现 不断改进这教育方式 保护她的同时 又尊重她的每个决定 家庭教育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 孩子学习如何成为优秀大人的同时 大人们也在探索 如何成为合格的父母 我是胡将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